在一个偏僻的临终小屋 男人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跑出来 身后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要打他 他刚躲进一辆报废的汽车里 一个全副武装的女人就牵着一只丧尸追了上来 我低个乖乖 男人瞬间被吓成了表情包 我只是缠你的身子 而你却要我的命啊 只见女人用喷子打碎车窗 接着打开车门把丧尸放了进去 不得不说怂姐真是个狠人 居然把丧尸当成宠物来养 很快就有一家五口趁着假期来到林中小屋度假 他们丝毫不知附近住着一个变态的女人 三个小孩喜欢坐死 刚到没多久就来到丛林深处探险 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怂姐饲养丧尸的幕外 熊二看到这么多汽车显得异常的兴奋 殊不知每一辆汽车都是一条人命 他刚坐上去 就在方向盘上摸了一手不明液体 这味道差点没让他当场去世 这时一辆汽车开了回来 三人赶紧躲到一旁 只见怂姐带着两个倒霉蛋走下了车 显然这又是她为丧失准备的自助餐 不明所以的三人看到这一幕 心想两男一女共处一事肯定是斗地主 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躲在窗外偷窥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都在往预想的方向发展 怂姐先是给两人搁到一杯红酒 而两人也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接着就开始尬舞起来 这一幕也是让窗外的三人越看越兴奋 殊不知这可不是一般的红酒 其中一个男人刚准备脱掉外衣 就立马倒了下去 看到同伴倒下 另一个男人开始慌了 可没坚持几秒钟也倒了下去 而怂姐则是把窗帘拉上 准备开始下一步行动 但看在这里的三人依旧非常好奇 绕到另外一边继续偷窥 没想到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怂姐拖着尸体放在了房间门口 接着就出现一只丧尸开始用餐 看到这里三人终于开始害怕 转身赶紧开溜 可跑到一半熊二却捡起一块石头搭向车窗 还说是为了引起凶手的注意 好让两个男人趁机逃走 果不其然怂姐听到声音后 立马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但这个方法不仅没有救下两人 反而给自己也引来了麻烦 怂姐不慌不忙地回到房间里 穿上三级头和三级甲 戴上喷子就准备出门杀人灭口 与此同时 三个孩子也回到了木屋 他们赶紧将看到的事情 都告诉了喝醉的父亲阿强 没想到阿强听到美女用活人养丧尸 立马就来了兴趣 穿上外套拿上斧头 势必要亲自跟她会一会 临走时还不忘让阿珍给她拍一张仪招 可小美和熊大看着父亲 东倒西歪边走边尿的样子 不免有些担心她打不过那个女人 然而阿强却信心满满 表示自己在醉酒状态才是无敌的 说完便带着两人朝木地地走去 很快三人就来到了屋外 没有任何战术 阿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可当她推开房子 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 于是阿强索性坐在沙发上等女人回来 殊不知此时的怂姐已经偷了她家的水晶 熊二刚走进厕所放水 在客厅的阿珍就听到了敲门声 她以为是阿强回来了 于是果断打开房门 怂姐二话不说就闯了进来 把阿珍按在桌子上疯狂输出 阿珍的反击根本就无济于事 反而被怂姐一个头锤打晕 恐怖的一幕刚好被厕所的熊二目睹 吓得她尿到一半就匆忙关闭水龙头 眼看怂姐正在往厕所这边靠近 熊二赶紧从窗户逃走 好在怂姐并没有发现她 此时另一边的三人还在幕屋里傻傻等待 却浑然不知家里已经出事 而嗜酒如命的阿强 竟然还喝掉了桌子上有毒的红酒 等到两人发现时 阿强已经彻底躺平 有这样的老六父亲真是倒了大霉 无奈两人只能在怂姐回来之前 找个地方把父亲藏起来 这时熊大无意中发现一个地角 可他们刚打算将父亲藏进去 却突然听到一旁柜子里传来响动 两人捏手捏脚地来到柜子前 以为里面关着的是丧尸 没想到打开柜门才知道 是白天被骗过来的男人 但熊大的斧头已经砍过去 两人试图解释 可男人又怎么可能相信 立马跳着拼命逃跑 谁知刚到楼梯间的转角处 就被突然出现的丧尸扑倒 两人本想上前营救 但男人已经领了盒饭 而丧尸也发现了他们 眼看丧尸步步紧逼 他们只能选择正面迎战 可没想到丧尸却掉进了刚刚的地窖里 两人见状赶紧关上地窖门 然后再把死猪一样的父亲 藏进楼梯下的储物间 不料就在这时 刚刚被咬的男人也开始变异 在他彻底变成丧尸之前 两人把他也丢进了地下室 眼下他们必须回家 把阿珍和熊二爷叫过来帮忙 却不成想在半路的时候 刚好遇见了牵着丧尸返回的怂姐 他们赶紧躲在一旁的树下 看着怂姐走远后 两人继续往家里赶去 没想到刚走进屋里 就看到了地上布满了鲜血 顺着血迹找过去 小美看见了躺在地上的后妈阿珍 看样子已经变成了丧尸 两人正商量该怎么办 彻底变异的阿珍就扑了过去 好在被小美一棍子打倒 可这点伤害对丧尸根本就不通不痒 小美反而被扑倒在地 熊大想要上前帮忙 却成为了丧尸的攻击目标 危急时刻听到动静的熊二及时赶来 当场用喷子送走了后妈 冷静下来后 熊二把耸姐来过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了两人 而两人也把父亲还藏在耸姐家的事情也说了出来 没办法 他们只能去营救这个不靠谱的父亲 三人随即来到仓库 利用所有能用的东西武装自己 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耸姐家 而耸姐也早已牵着丧尸等候多时 一场营救老六父亲的大战一触即发 耸姐二话不说就给了一喷子 吓得三人赶紧躲到汽车旁 接着耸姐一声令响 丧尸就老老实实冲在前面 而他自己则狗在丧尸后面开枪 一只丧尸很快就盯上了小美 小美赶紧钻进汽车里 略施小姬把丧尸关在了里面 但却成功引起了耸姐的注意 好在被小美俯身躲过 而熊大这边也干掉了一只丧尸 接着又开枪击中了耸姐 可还没高兴多久 一只丧尸就扑了过来 熊二当场被抓住 他一枪下去并没有击倒丧尸 熊大见状赶紧冲上去 往丧尸的脑袋上狠狠地哭斥一下 这才将熊二救了下来 可回过神后 他们却发现地上的丧姐不见了 但眼下可管不了这么多 三人赶紧冲进屋里救父亲 为了防止丧姐杀得回马枪 他们还堵住了所有门窗 殊不知屋里也并不安全 随着一间房门被打开 两只小丧尸从里面走了出来 而此时睡醒的阿强 也从储物间里爬了出来 来不及解释 熊二赶紧上前把父亲拉走 看着两只小丧尸步步紧逼 熊大和小美只好痛下杀手 解决完丧尸后 小美也向父亲解释了这里发生的一切 可就在他们准备开溜时 一只丧尸却闯了进来 但很快就被小美和熊大合力解决 就在这时身后又响起撞门声 熊大以为是丧尸 没想到刚走过来 就被一斧子放倒 走进来的人正是怂姐 看着倒在地上的两只小丧尸 怂姐瞬间悲痛欲绝 看来她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 但同样身为孩子的爸爸 阿强也容不得别人欺负自己的孩子 于是果断冲上去与怂姐扭打在一起 混乱中 阿强拿起一把尖刀 直接刺中了怂姐的胳膊 而怂姐也不堪示弱 立马拔出尖刀鱼以反击 要不是熊二及时帮忙 阿强肯定难逃一劫 但怂姐也受伤严重 于是趁机逃了出去 三人见父亲血流不止 只能带着她离开这里 但没想到刚走出门 父亲就被身后的怂姐捕了一枪 刚刚还能抢救一下 这下彻底没救了 三人也吓得四散而逃 怂姐骂骂咧咧地从房间里走出来 痛斥他们不该杀了自己的孩子 显然怂姐之所以会养丧尸 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心理变态 而是不想放弃变成丧尸的家人 但这并不能成为她随意伤害他人的借口 就在怂姐拿着喷子朝躲在车厢里的小美疯狂射击时 熊大开着车子撞飞了她 奄奄一息的怂姐还想垂死挣扎 但熊二根本不给机会 直接给了她最后一击 在电影的最后 三人把父亲的遗体抬上车 结束了这个难忘的假期